我们今天要介绍做剪辑运动的物体 它的能量 它的能量 能量跟时间的关系 还有能量跟位置的关系 那么 我们知道做剪辑运动的物体 它受的力呢 是恢复力 就跟弹簧的弹力一样 因此它就有一个potential energy 位能是二分之一kx平方 这个我们在讲弹簧的位能已经讲过了 那最大的位能呢 就是当x等于a正负a的时候 x等于正负a的时候 就是有最大位移的时候 是在二分之一ka平方 那么动能我们就用二分之一mv平方 那v跟x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上一次导出来过 v是等于Omega根号a平方减x平方 因此二分之mv平方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平方 平方出来以后呢 就变成这一下 变成这一下 然后 根据我们现在这个 恢复力 是负kx 那么我们在导式子的时候说过 我们是把k over m 在微分方程式里面 把它当做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是Omega平方 因此我们这个Omega平方呢 可以把它变成k over m 那么它就是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的 那这就是动能跟位置的关系 动能跟位置的关系 那最大的动能就是当这个x等于0的时候 我们上次讲过最大动能产生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平衡位置 x等于0的地方 那x等于0呢 它就是二分之mega平方 那我们看这个二分之mega平方 是最大动能 也是最大的胃能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剪辑运动里面 这个物体的最大动能 就等于物体的最大胃能 这个关系都要记住的 记住不是说要你去背它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 常常要用到这个概念 你多用几次呢 它就 你就自然记住了 好 总能量 在任何一个位置的总能量 就是这个位置的位能 加上这个位置的动能 那这个二分之一kx平方 跟这里有一个负k 二分之一kx平方 约消掉了 那就等于二分之一ka平方 你看这个呢 又是它的最大胃能 又是它的最大动能 因此我们 以后绝对要记住 减辑运运动 减辑运动 总能量 就是任何一个位置 它的胃能 加上动能 等于它的最大胃能 也等于它的最大动能 那么 这个就是动能 跟胃能 这条曲线是减辑运动物体的动能 动能 你看它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动能是最大 当x等于a跟负a的时候 动能最小 那这一条曲线呢 就是它的胃能曲线 胃能曲线 这两个曲线呢 两个曲线 在任何一个位置 我们画一条水平线的话 那么 这个水平线 比如说交在这里 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它的动能 那么 再来呢 这个是动能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发现 它的动能 加上 比如说任何一个位置 x 我们画一条这样的线 当x的时候 最大动能 动能在这里 x 同样一个x 胃能在这里 这一段就等于这一段 那就是说 它的胃能加动能 要等于 总能 是一个常数 总能是一个常数 这就是它这个 动能跟胃能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 做剪辑运动的物体 它是动能跟胃能 在那里互坏 互坏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 动能跟胃能 与时间的关系 与时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t来表示 这个胃能的话 那它就是 2分之1kx平方 这个x呢 是t的函数 那么xt呢 是等于 a sin Omega t 加θ 因此它就是等于 a平方 好 2分之1ka平方 sin平方 Omega t 加θ 那我们把这个式子 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2分之1ka平方 是它的potential energy maximum potential energy 所以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那么同理呢 动能也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v啊 用它跟时间的关系带进去 Omega a cos Omega t加θ 就是v跟t的关系 然后我们可以 这个式子呢 像这里 这个就是它的什么 最大的动能 最大动能 那么 因为啊 它的最大动能 也等于最大的胃能 就是这个 最大动能 就是最大的胃能 这个可以化成 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 于是我们就 把任何一个时刻 做剪辑运动的物体 它的胃能跟动能 加起来呢 你看我们可以把 我们把这个 这个 我们通通写成 二分之一 ka平方 你把Omega平方 等于k over m 带进去 那 那sin平方 Omega t加θ 加上cos平方 Omega t加θ 这个加起来等于1 所以它就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从时间的关系来看 总能量 仍然等于 最大的动能 也等于最大的胃能 等于二分之一 ka平方 这是一个定值 OK 那么整个这个 做剪辑运动的物体啊 就是它的能量 不断地在转换 它从未能 比如说它在中间的时候 比如说它在两边的时候 未能最大 动能等于零 然后就开始啊 往中间来跑了 它未能就减小了 动能就开始增加 然后跑到最中间的时候呢 动能最大 未能就变最小 然后它又往旁边去 然后就是动能跟未能呢 在这个地方 它走一个cycle的时候呢 那么它不断地在那里变化 未能转换成为动能 动能转换成为未能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它几乎就把我们 剪辑运动里面 所要求的东西啊 通通求了 现在我们看这个例题 有一个质量是 0.04公斤的物体 它受的恢复力呢 是F等于-KX的 受这个作用 力常数是等于 一个Newton per meter 那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 当T等于零的时候啊 这个物体在哪里呢 在这里 它在平衡点的右方 0.1公尺的地方 它的速度呢 是0.5个meter per second向右 向右 向这边走 这是它的起初条件 现在要计算这个物体 做剪辑运动的时候 它的震荡周期是什么 它的震荡频率是什么 脚频率 计算它的总能量 正伏出向脚 最大速度 最大加速度 当T等于10分之pi 个second的时候呢 这个物体的位置 速度 以及加速度 是什么 你这题做下来 大概 显现运动里面的 这些量啊 你大概都 都处理过了 那现在我们先把 椅子条件写出来 实际上是 0.04公斤 力常数 是一个 Newton per meter 起初条件 T等于0的时候 X0 V0就是 T等于0的时候 它的位置 跟速度 这是0.1公尺 正的0.1公尺 V0是 也是正的 0.1个 每秒公尺 那我们再 写这个式子 因为现在 它是一维的运动 所以方向呢 我们是用正负号来表示 这个正号啊 我们一定要 把它的物理意义啊 要想到 它的物理意义啊 正 X0 就是在原点的 右方 V0是正的话 就是它是 朝X的正方向运动 第一个 我们求它的周期 这个 做解写运动的物体 它的周期呢 现在我们用的是 是这个 就是说我们 假如 S 等于-KX的话呢 我们用的 T 就是这个 2π知道了 M也知道了 K也知道了 那直接带进去就好了嘛 那算出来是 1.26个second 频率 频率呢 它是周期的导数 那就是 0.4π 的second 分子一 那么这就等于 0.8个hertz second per second 是一个 单位 叫做hertz 好 角频率 角频率 角频率永远要记得 它是等于2πF 角频率跟频率的关系 一定要记得 这个常常用 常常用 那F已经知道了 F我们这里就 把它改成 0.4π second 的导数 那么你这个 一除的话呢 它就变成 5 per second 5个per second 这个也可以写成什么呢 2π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radian 弧度 那么它就是 5个 radian per second 也可以 你把它写成 radian per second 也可以 你写成 per second 也可以 好 第一我们看 总能量 总能量呢 它是任意一个时刻的 位能 加上 动能 那你一定要知道 任意时刻 它的速度 跟位置 那我们知道 什么时刻的 位置跟速度呢 就是T等于0的时候 它的位置 跟它的速度 我们就用T等于0的 这个数据来算 那我们把这个V0 平方带进去 X0 也带进去 算出来呢 它是0.01个Jol 我这里没有仔细的算 就是说 这都是已知的嘛 你把已知的数据 还有M跟K带进去 它就是0.01个Jol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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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 记得 它到底等于什么呢 那就记得什么 数字 比如说 最大的位能 EP 是等于 二分之一 Ka平方 最大的动能 EK 也是等于 二分之一 Ka平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E也是它的总能量 也是总能量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 总能量E的二分之一 Ka平方 画成这个样子来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总能量了 总能量啊 我们就用总能量的这个式子来算 它是0.14一个meter 正幅 出向 这个就是它的出向 就是当 T等于0的时候 这个θ角是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写出来 我们假设 X跟T的关系 是用sin来表示 你写可算也可以哦 如果这个是sin的话呢 那么我们T等于0带进去 T等于0带进去 它要等于X0 X0就是它的起初位置嘛 好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得到 sinθ 是对X0被A来除 那是0.1个meter 被A0.141meter来除 就是根号二分之一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的θ角呢 我们取它的最小的角 就是四分之πradiance 就取第一向线角 OK 好 最大的速度 最大速度 我们就用 用这个概念 最大的动能 是二分之一mv maximum square 最大动能 也是最大的位能 也是它的总能量 所以我们这里 就用总能量 带进来 等于0.71 meter per second 我们也可以怎么算呢 我们算V maximum 大小等于 Omega A Omega A OK 因为你把这个为分的话 就是V嘛 V等于Omega A cosOmega T加θ 最大值就是 cosOmega T加θ 等于1 cos这个等于1的时候嘛 就是等于Omega A 那Omega知道了 A也知道了 那你把它带进来 就变成0.71 meter per second 好 最大加速度呢 我们用这个值 这个常常用到 你一定要记住 OK 你常常用去算它 题目多算几次 你自然就会记住了 Omega知道了 A知道了 带进去就是这么大 好 那么再来 我们就看这个 位置与时间的关系 位置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假定X等于这个 那么A知道了 带进去 Omega也知道 也带进去 θ我们也求出来 也带进去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式子 微分一下呢 就是任何一个时刻的速度 你就直接把这个微分 就是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式子 对时间微分一次 就是它的加速度 加速度 这是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这是加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然后时间等于多少呢 时间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十分之pi second 十分之pi second 那我们这个角 你看这个 这个 叫做向角 也叫做向 我们就把向角算出来 向角是什么 5t加四分之pi 你把这个t带进去 就等于四分之三pi 那以后这个 这个角度 扩弧里面这个角度 就可以当作四分之三pi 因此 当时刻等于这么 时间 这么长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刻的时候 在这个时刻 那你就 用这个式子 然后把这个呢 写成四分之三pi 三四分之三pi 是一个特殊角了 我们可以知道 那就这个等于0.1公尺 那V也是一样 V 十分之pi second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 用四分之三pi来带进去 就得负着0.5个 meter per second 然后A也是一样 你把它带进去呢 就是这么大 那这一题啊 可以说 我们所有 跟减歇运动 有关系的这些式子 我们都用到了 好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 做减歇运动的物体 它的减歇运动 跟一个 做等速圆周运动 的物体之间呢 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指点 在做等速圆周运动 比如说 做这个等速圆周运动 指点P在这里 做等速圆周运动 那么 T等于0的时候 比如说 它在这一点 那么 当T进行的时候呢 这个P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转 对不对 周而复始 一直做等速圆周运动 那么这个P点 它在X轴上的投影 投影 就是Q点 P点在这里转的时候 这个Q点 就在这个地方跑 圆这里跑 当它走到这里来的时候 走到这里的时候 Q点就从这个地方 跑到这里来 当P点从这里 再回到 这一点的时候呢 那Q点就从这里 又跑到这里来 如果你要看 它的纵轴的投影 也是一样 我这没有画出来 因为画太多 太复杂 不好看出来 那 比如说 你在这里做一个纵轴 那P点在纵轴上的投影 也是一样 你P点在这里 做周而复始的 圆周运动 那么它在 纵轴上的投影 也是在这个地方 做反复的运动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子点P 在这里 以Omega的角速度 做等速圆周运动的话 它这个圆周的半径 是A 那么这个圆周 我们就 这个圆 我们称为叫做参考圆 参考 因为我们 不是看这个圆周运动 我们是要看 这个指点 在X轴 或者是在Y轴上 投影的运动 因此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一个参考圆 P等于0的时候 P点的位置在这里 比如说 它的 它的角位置 那么我们以极坐标来说 以这个作为参考轴 那么它的角位置就是 是θ P点在水平直径上 投影为Q点 Q点 那Q点对圆形O的位置 是x等于A cosθ 你看它的位置就是 Acosθ 它的位置 Acosθ 这个是Acosθ 如果这个 它以Omega的速度 往这里跑 T秒钟的时候 跑到这里来了 那它对这个地方的角度 就是OmegaT加θ 那Q点的位置呢 就是它在这里的投影 就等于A 乘cosOmegaT加θ 那么这里 我们就显示 从这个就知道 这个X就是Q点 它的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正好是什么关系呢 这是圆周运动 不是渐渐运动的形态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A 那